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的胖子 今天给您介绍的工具是沙光机 也有叫打磨机的 英文叫Thunder 那么有的朋友问 就是说这两种我应该选哪一种 那么你要知道我们拥有它是干什么 我们一般家庭拥有它 也就是给代客 还有这个地板油漆去除 打磨把油漆打掉 或者是除锈 那肯定是要选大个的 大个的 电极大 电极大 能力强 它一天干的活它可能要干十天 它可能要干十天 所以说呢 如果您就是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 只选一个的话那就选它 那么选它一个就够了吗 其实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它触及不到的 因为它大 它触及不到的地方 比如在转角和边 那么就用它来密布 用它来密布 不过呢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尽管它功能很强大 它有问题 它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在打磨的过程当中 你突然间溜透了 或者是带着上有个钉子阻住了你 突然间就这么停了一下 因为它功能太强大了 那么停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打出个坑来 这是你操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有了它为啥还一定要有它的存在呢 因为它有够不到的地方嘛 就用它来弥补 还有一个它还有个优点 那就是它是平面旋转的 不像这个是滚轮 像向前旋转的 它平面旋转的打磨得非常精细 即便你溜透了 没注意停留了 也不会打出坑了 这就是它存在的道理 那么打磨的这个沙袋 还有这个沙片它有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有40目的 60目 80 120 200 这就根据你需要的工作目的 比如说你要打油漆 那你先上来来40的 呱干掉 然后再拿120的再给它打柔一点 如果你刷了油漆了 在油漆与油漆第一遍第二遍 你可以用220的再打一下 那就会很光很亮 当然了它不仅限于这些工作 有很多了 有动手能力强的 把木板破开之后 它有毛边 你可以把它打光滑一些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去发现 好就介绍这些 好